第三十一题问道有关于那个DNA出色取实验 那这一题先看选项 还有问你的顺序 然后问你一些步骤的原理 所以我们先回去看上面的甲到奎 那你发现哇怎么步骤怎么这么多啊 因为有些步骤是重复的 例如甲跟乙不是很像吗 差别在于一个是加蒸6水 一个是加0.5M的这条容易 所以甲跟乙你必须要选一个 你不可能又加蒸6水又加这条容易不可能 所以这两个谁对呢 答案是假对 我们没有加这条容易 不需要加这条容易 我们又不需要一个完整的细胞 或完整的包气 我们要的是DNA 所以在这些蒸6水有什么好处 在地上容易下 如果这细胞会破掉 不是更好吗 它如果破了 DNA不就露出来了吗 我们就说它破啊 OK 不过因为奇迹果是植物细胞 它有细胞壁 如果你在磨碎的过程当中 打碎的过程当中 它是裸露出细胞核呢 你放了蒸6水细胞会破掉啊 那不是更好 破了DNA露出来 所以这一个我们要夹 先把夹圈夹 所以蚁就不能 蚁先打杀杀 好 接下来呢 那个丙丁物都有 不是丙丁都有 然后是挤兑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叫的是高浓度的食盐水 浓度越高 DNA溶解度越高 所以不是放0.5M的 是放5M的 5M是浓食盐水 浓食盐水 你可以发现说 当绿化钠的浓度越高的时候 我们的DNA溶解度就越高 这是DNA溶解度 那为什么要加这么高的盐呢 这么高浓度的盐呢 因为我要DNA溶在水里面 溶解度越高越好 全部溶起来 所以这个极有 然后最后呢 这个 根和人 都是加所谓的95%冰酒精 可是没有根 因为不能搅拌 我最后要形成所谓的两层 上面是冰酒精 下面是DNA溶液 然后这界面出现是 丝状构造 就是我的DNA 所以不能搅拌 那是要缓慢的道路的 所以搅拌错 所以根绝对不能选 所以一定会有人 我加冰酒精 而且让它有分层 然后新有 让它发沙布过滤 把那个细胞的碎片过滤掉 然后最后的 就等到葵 所以这题 顺序是什么呢 为什么是这个顺序 你会发现 对啊没道理啊 先把它打成枝 然后呢 再经由那个 那个丁 吉 丙 这三个动作 可以同时做 就是加东西啊 加凤梨汁 加洗碗精 加浓食用水 其实这三个步骤可以同时 或是分开做 这个顺序没关系 所以以丁比比较没关系 接下来呢 我就过滤 所以新 接下来呢就放入我的 冰酒精 让它吸出来 就得到答案 所以葵没有写 如果有葵就放最后面 我就得到 啊不对 没有葵 不好意思 葵说 同意的下方沉淀 不是沉淀 应该是在这个界面才对 不是在下面 所以葵是错的 我刚刚没有注意到 它有下方沉淀 它的位置 DNA出现的位置 会在两个异面 两个异面的中间 两个戒指的界面那边 不是沉淀 所以葵也不能选 好这样A就搞定了 然后B选项呢 它说0.5M的自然容易 根本就没有用0.5M的自然容易 我们用的是蒸溜水 所以B选项 根本没有这个动作 那0.5M是不是奇异果的 整张容易呢 不知道 也不重要 因为这个实验不需要 整张容易 本来就是要让它破啊 所以那个B选项 当然就不对了 好 那实际选项没得问 凤梨只是为了 要蛋白质分解 因为凤梨里面 还有蛋白质水解 把蛋白质分解掉 然后猪选项 蛋白质会溶解于高盐 溶液中 也溶于水 你看这边的溶解度 当绿化钠的浓度为0的时候 不就是纯水吗 它的溶解度也蛮高的啊 所以你要溶解DNA 要么就用纯水 要么就用很高浓度的盐 所以猪就不对了 打叉叉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选项 我们的原理是 DNA在酒精中 和水中的溶解度不同吗 对啊 溶于水 却不溶于酒精 所以我先用水溶解它 然后再过滤出 把杂质过滤掉 最后放入冰酒精 让它吸出 我们是利用这个原理啊 你溶于水 所以溶于水之后 我把其他的固体过滤掉 然后再加冰酒精 你就不溶 你就吸出来 就得到你的DNA 所以一选项是正确的 它的原理就是 溶于膏盐 溶溶液 却不溶于酒 冰酒精 就会吸出 酒精跟水中的溶解度不同 好 所以这题答案是这样子 A.I.E.是正确的 会 会 因为你只要不搅拌 它就会分成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在倒的时候 是沿着那个管壁 沿着那个 烧杯的边边 慢慢淋下去的 酒精在上 酒精密度比较低 酒精密度低 所以倒完之后 上面就是一个薄薄的冰酒精 下面就是一个薄薄的水溶液 对 但是你搅拌 如果你搅拌就完全可以护溶 但是所以不能搅拌 因为它全部护溶掉了 你就看不出效果了 冰酒精被吸死掉了 效果会不好 好 因为它只要浓溶水 一碰到上面的冰酒精 就出来了 所以会发现在界面上 而不是在沉淀物上 在沉淀在底层 它是在界面 所以浓溶水的DNA 一碰到上面的冰酒精 就吸出 所以吸出的位置会在界面 当时你们做了奇异果 它吸出之后 因为DNA 它有一些气泡 连在DNA上 它会往上飘 它就会飘到冰酒精的那一层里面 所以最后就全部浮起来 冰酒精那层 你看到好多像云一般的都构造 而且上面有很多泡泡 以上就是三十一体